为了更好的套路节奏上更完美 所以我去掉一些难度 又要了一个在连接上 怎么样把整套更完美 所以我就按这种主要目的去做的 在另一场地同时进行的女子枪术 有33名选手参加 多哈亚运会冠军 中国小将马林娟一支独秀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获得了9.83分 为中国队再添一斤 我练的这个项目 七阶的项目没有什么 没有难度的要求 主要就是以技术的演练水平为主 跟以前在套路的编排结构上 是有点变化的 同时另一名中国选手曹靖 获得了女子棍术的金牌 加上上午结束的女子男拳和男子棍术 中国队总共获得了5枚金牌 此外三手项目预赛也在昨天展开 中国选手全部顺利晶级 在这次的武术市井赛上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就是国内外所有喜欢武术的朋友 所崇拜的一个偶像级人物 李连杰 昨天的武术市井赛组委会也向他颁发了 国际武术联合会和中国武术协会 武术形象大使荣誉证书 从1974年到1979年 李连杰是连续5年获得了全国武术全能冠军 现在他已经是国际武打影视巨星 现在又多了推广和普及武术的重任 那他的出现无疑会进一步推广和扩大武术 在世界上的影响 更好的宣传武术世界赛 那今天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269天 是啊 那现在应该说北京奥运会召开呢 应该有很多重点工程在做 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反新奋纪 那为了保证北京奥运会的公正和公平 那北京奥运会反新奋纪工作也在加紧脚步 昨天中国反新奋纪中心就正式揭排 中国反新奋纪中心位于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院内 面积为5500平方米 检测人员达到150名 其中包括20名外国专家 中国反新奋纪中心分为6个部门 其中有4个业务部门 而业务部门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检测中心实验室 经过我们和同类实验室的比较 目前全世界34个同类实验室 目前我们的占地面积最大 设备最先进 同时我们要完成明年就是立即奥运会 所以我们要创造历史之最 就是4500例 创造世界历史上最高点 明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中国反新奋纪中心将在国家委员会 医学委员会领导下工作 而奥运会之后 中心将继续为国内日常的新奋纪检测服务 明年北京奥运会期间